愿大家平安 我们最近的读经有包括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其实是用信仰的观点来描写以色列民的历史 写历史有两种的方法 一种是用人文的 就是历史的演变完全是人本身互动的一种结果 这里面没有神 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以信仰的观点来写 历史就是神跟人互动一个很忠实的记录 那我们为什么要读以色列民的历史 因为以赛亚书是从信仰的观点来写的 那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的一位神就是我们现在所拜的神 那祂怎么在过去跟人互动 这一位神现在也要跟我们一起互动 神没有改变 但是人一直在改变 如果人改变向好的 神的回应就是好的 就是以祂的慈爱来回应 如果人的变成不好 神就以祂的公义来回应人 那这是我们从以赛亚书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 当乌西亚约谈亚哈斯西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默示 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以赛亚是一个先知 那先知就是替神传神的话 那以赛亚作先知期间啊 他经历过四个王 第一个王是乌西亚 他是在乌西亚的死以后被选召的 乌西亚死的时候他被选召 那第二个是约坦 第三个是亚哈斯 第四个是西西家 那我们仔细看这四个王里面 乌西亚是先好后坏 那约坦虽然敬畏神 但是他的影响力 并没有改变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习惯 那亚哈斯是一个坏王 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拜偶像 那西西家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回转向神 所以在这个四个王的带领之下 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第六章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一节 这里说乌西亚王死的那年 以赛亚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然后我们看第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这个第一节在描写有两个王 第一个王是乌西亚王 他是地上的王 那第二个王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这是极大的荣耀 因为这两个王的差别就是天跟地的差别 一个坐在地上的宝座 一个坐在天上的宝座 那我们现在看乌西亚这个王 他是怎么死的 因为这里说乌西亚王死的那年 以赛亚看到一向蒙召 我们看列代之下二十六章 列代之下二十六章的二十一节 请读 这里说乌西亚王长了大麻风直到死的那一天 所以乌西亚王是因为麻风病而死的 那这个麻风病是怎么来的 我们看十六节 我们看十六节 请读 是因为他蒙神的恩典 那心高气傲是他罪性的表现 不是每个人都配得神的恩典 有的人得神的恩典很谦卑很懂得感恩 所以他配得 但是有的人得到神的恩典就心高气傲 这个变成他人生失败的开始 那乌西亚王心高气傲的表现是什么 如果看十六节的下半节 请读 所以说他进到神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 那十七节啊 祭司亚撒利啊 就率领勇敢八十个人进去阻挡他 十八节 是告诉他说给神烧香这不是你的事 这是祭司的事不是王的事 那因为心高气傲所以虽然是祭司的事他也想要做 我们还记得扫罗在等那个撒木尔来 等了三天 好像还没有看到撒木尔 他看到百姓都离开了 他就很着急 因为当一个王最怕失去影响力 所以百姓离开对他来讲很着急 然后他就献祭了 因为这一次献祭他就失去了他的王位 因为这不是他的事情 他已经做超过他的职位的事情 因为人心高气傲以后对自己充满着自信 那这个乌西亚王的强盛从哪里来 好 我们再回来看二十六章 好 二十六章第五节 二十六章第五节 第四节 这个第四节说 乌西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里特别讲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也就是说他能够了解神认为什么是对的 而且他去做神认为对的 第二点就是下半句 第五节说 他定义寻求神 他凡事追求神的代理 好 寻求神的旨意 那神就指他亨通 那我们再看十五节 我们再回来读书15 这个最后一句就说 他得了非常的帮助 甚至强盛 什么是非常的帮助 就是从神来的 如果神要帮助人 没有一个人挡得住 那乌西亚得到神的帮助 非常强盛 没有人挡得住他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 以赛数第六章 就知道乌西亚王为什么死 因为他心高气傲 那心高气傲是因为他非常强盛 他做了神不要他做的事 所以长大麻疯就死了 那虽然一个王 他在带领以色列百姓 他也会从好变成坏 何况是以色列百姓 更容易做出很多不合神旨意的事情 所以以赛亚先知蒙造的时候 在社会上看来 他们物质非常的丰富 因为神是福给当时的乌西亚王非常强盛 所以社会非常丰富 但是这个只是表象 我们一个社会有很多的层面可以去看 生活很丰富 这只是一个表象 但是如果从信仰来看 问题就很多 那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社会 或者看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们从物质的观点来看 我们大家都蒙福 蒙福 但是如果从信仰观点来看 可能我们就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很多的改变 那我们先来看当时以赛亚先知的 当时乌西亚时代 到底他们的属灵问题在哪里 好 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 第二章 以赛亚书的第二章 从第五节开始 第六节 然后第七节 说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 然后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 这个代表他们的物质上外表的丰盛 但是从信仰来看 这个地方说在第五节 这个地方说在第五节 充满了东方的风俗 然后做官造的像菲利士人一样 并与外邦人挤掌 就是这个神的选民被当时社会的文化同化了 就是世俗化 他们的身份是神的选民 所以神对他们有一套的要求标准 就是记载在摩西的律法里面 但是他们周围里面有很多的外族人 那他生活被外邦的文化同化 所以这里讲东方的风俗 还有官造的 还有拜偶像的 这是他们跟神的关系 一个很大的破坏的力量 不只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第五章 第五章第八节开始讲几个灾祸 那这个几个灾祸就是他们的生活 用神的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 这是神不喜欢的 我们看第八节 这个第八节说 或在以房皆房以地连地 以至不留余地 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到底这个在讲什么 以房皆房以地连地 那一直盖下去啊 不留余地 就是人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理想 那这个理想都是物质的 一个房子盖完再盖另外一个 再盖另外一个 在这里有成就感 在这里有安全感 所以他们整个的心的追求都是在地面上 没有一种知足的心 那最后一句就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理想一直往那里去追求 所以他就没有剩余的空间来追求神 那这个是信仰一个退步的开始 所以外面是很丰富 但是里面的信仰已经开始发生问题 因为对世俗没有满足的信仰一直追求 好,我们再看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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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一大早起来一直到深夜 他们在想什么 追求浓酒 像他们说甚至因为酒发烧 那酒喝了以后十二节 在沿袭上弹琴骨舍吹笛 就是在享乐 也就是说从一大早到晚上 他头脑所想的就是怎么享乐 这个就是信仰有问题的一个外在的表现 因为一大早就是在讲享乐 因为一大早就是在讲享乐 那诗篇里面大卫说我天还没有亮我就思想神 神给我的意念是何等的多 所以当一个人跟神很靠近的时候 晚上睡觉也在想神的事 有时候白天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神的话 但是当一个人的心不在神那里 晚上也在想要怎么来享乐 一大早也是在想怎么享乐 所以在十二节下面说不顾神的事情 神的事情就不在内心了 所以这个信仰哦 生活富足信仰太注重娱乐 这个是信仰的一个致命伤 因为没有心了信仰就不会进步 那我们如果整个心都跑到世界的快乐 我们就没有心给神 我们再来看十八节 先读 十九节 这个十八节就在讲 以虚假的牺牲牵引罪孽 又以套神拉罪恶 到底这是在讲什么 有一点难了解 但是脱不开就是罪 也就是说在他们生活当中 把犯罪当作一种玩戏 当一个人见卫神很怕犯罪 因为会得罪神 但是当一个人把神当作参考 犯罪就像在游戏一样 然后第十九节就说看看神会怎么反应 所以他把犯罪当作一种生活的方式 他觉得这样没有关系 好,我们再看二十节 这个二十节就开始讲了 这个善、恶分不清楚 那把善称作恶 以恶称作善 这个也很严重 因为神是弃绝罪恶的神 那现在把善当作恶 把恶当作善 就跟神的本性刚好倒过来 那这样的人一定是站在神的对面 跟神作对 那下面说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神是光啊 那恨就是在黑暗里面 所以就分不清暗跟光 这个跟神的关系是大有问题 所以外表的生活很富足 整个心在追求怎么活才快乐 但是实际的生活 对错分不清,光暗分不清楚 那以苦为甜,以甜为苦 很多世界上的犯罪看起来很快乐 但是里面很苦 这个叫以苦为甜 那以甜为苦 比方说我们在拜神 看起来好像很苦 你还跪下来祷告半个钟头 这不是很辛苦吗 其实当我们祷告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这才是甜美的人生 所以这个如果分不清 人生追求的方向就搞不清楚 我们再来看下面 21节 这里说自以为有智慧 这个货哉 这个自以为有智慧就不会寻求神 也不会祷告神啊,带领我 因为自己觉得很智慧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对的 那这个就 我们的人生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了 好,我们再看22节 二三节 二三节说因为自己受到一点好处 就把坏人当作好人,好人当作坏人 就公理不分了 所以以赛亚就是处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表象很丰富,大家活得很快乐 但是实际从信仰来看,生活很多问题 那这样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好,我们看第一章 好,以赛亚说第一章 好,十一节 这个十一节一直到十五节就提到以色列百姓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首节,第二个是献祭 他说献祭我也不要,首节我也不喜欢 所以生活如果没有改变,祷告没有功效 生活如果没有改变,我们敬拜神也达不到神那里 所以因为这样,以色列百姓跟神的关系非常冷淡 因此在第一章第二节 神就在指控以色列百姓 天地要听 他为什么这样讲 牛会认识主人 那驴会认识主人的草 所以养动物,动物都有感情的 你养很多狗回来的时候,他就绕着你这样,尾巴一直摇 那你养猫,你回到家里面,他就骂猫叫,一直在亲近你 但是神很感叹,养了这一批以色列百姓,对神冷漠无情 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当时世代的人 因此神要用一个人或者神要用工人来把这一些人带领回来 所以他就呼叫以赛亚 在那个世代来遵行神的指示 来带领他们的信仰回归向神 因此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第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 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是我们要投入,来服侍神,来改变教会变成更好的时候 那我们看,神给以赛亚先知看到一个意象 然后这个呼召才来 这个意象是什么? 就是撒拉佛怎么在服侍神 我们看第三节 这里说,撒拉佛在服侍神啊,他就呼叫圣哉圣哉圣哉 万君的神荣光充满全地 他这样一呼喊的时候,整个圣殿充满着荣耀荣光 这个服侍非常有力量 撒拉佛是天使 那撒拉佛本身的意思就是焚烧 焚烧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火热的 因为是火,火在焚烧 那这个焚烧从哪里来? 他在灵里面,他可以看到神 因为天使是灵,神也是灵 那看到神呢,人的心就会火热 你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威严,神的慈爱 我们的心就会热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动力 所以服侍神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神给我什么? 是因为神本人太伟大 太荣耀了 所以祂值得我去服侍 服侍神的动力就是神本身 所以保罗说,我如果癫狂是为神 他不是说,我如果癫狂是为神的恩典 是为神 神是我们服侍的动力 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服侍神那一种动力 表示我们还没有认识神 我们还离开神很远 如果我们像撒拉佛这样看到神 我们就会火热 所以越来越靠近神,我们服侍神的心会越来越强 那第二个撒拉佛焚烧就是洁净 因为这个火一烧就干净了 所以这个服侍很有力量 所以一呼喊,圣殿就在震动 因此这个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以后 这个声音才下来,谁可以被我拆遣 今天我们要在教会很热心地服侍神 最重要不是谁勉励我 最重要是因为我们对神有认识 神感动我们 这样的服侍非常有力量 那在这个呼召还没有来以前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看第六章 第五节 听读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 因为住在嘴唇不解的名中 又见大君的神 所以一个人如果很靠近神 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罪 因为神是光一照,我们的罪就跑出来 但是人如果离开神很远 我们都不会感觉到我们有罪 因为我跟大家一样,我有什么罪 但是我们一靠近神,我们知道我跟神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罪 那神就拿,撒拉佛就拿红炭把他的罪捷净了 所以蒙赦罪以后,神就,我们就可以服侍神 所以以赛亚的蒙照 这是神要改变当时世代的信仰的一种选照 今天我们对教会的需要,需要一个回应 我在这里,请猜猜我 正式 497 首异品 497 8 7